他連了一下就會斷掉 然後你這時候就會覺得很生氣 怎麼滑就是一片空白 螢幕上轉圈圈 轉個沒完 在台大男生宿舍內 手機只收得到3G 一格訊號 行動網路斷斷續續 台大學生在宿舍滑滑手機 想要看影片 想找網頁都沒辦法 因為網路就是斷斷續續 他們研判是受到宿舍旁邊 這棟新落成 台大癌症醫院主建物高樓 的影響 台大癌從2009年開始著手改建 乘起施工 主建物高樓蓋起來後 台大學生控訴 癌一周邊包括 台大南一宿 南三宿 南五 南六 南八宿 長新BOT宿舍 甚至中華經濟研究院 網路收訊都被影響 加一加影響將近三千師生 比如說我在下載一個東西 或是看一個影片 然後我就必須等待 他的訊號又恢復 才能繼續使用 透過三粒獨家曝光的校方文件 學生向校方反映 還曾發函癌一希望搭建基地台 還找電信業者檢測 確實是癌一建物屏蔽 但沒想到最後 卻怕影響建物美觀而取消 但除了網路收訊是問題 學生間還流傳 隔壁的台大動物醫院 也是受害者之一 他們蠻擔心地基不斷地滲水 然後他們也實際上架設了抽水機 來處理這樣的問題 相關的收醫系的師生 其實也持續地抱 就是抱怨跟擔心 他們建築物的安全 仇鎮動物醫院院長紀昭華 否認癌一興建破壞基地 抽水機抽水是本身建物的 有問題加上土地含水量多 台大癌症醫院是郭台銘 和台大耗資150億元合作籌介 7月4號正式營運 將成為全台重量級抗癌基地 沒想到周遭台大師生受影響 就看癌醫 校方和學生 三方如何溝通 照出解決辦法 三星文靜靜宇劉慶 台北報導